最近柚子真的很火诶 试试看我一桌的柚子茶 秋天的顺序是想你 建你给你剥柚子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蜂蜜柚子茶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柚子很燃的部分记得要去干净一点 要不会有很重的苦味 处理好的柚子加盐水 泡散30分钟 果肉像这样的切 就能剥得很干净 把柚子煮至半透明 加入冰糖 倒入清水 盖上盖子煮至粘稠 放凉后加入蜂蜜 天气慢慢变凉了 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来上一杯 再合适不过了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新种潮的刘马一克 他们家榴莲的品质特别好 榴莲泡泡有蜜汁的外皮 冰冰糯糯的 而且只用了榴莲没有用奶油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